为啥要当记者 阴差阳错 新闻不用学书解 增长见识 因为喜欢 热爱 专业对抠 先结婚后恋爱 也是没有找到其他的工作 太有趣了 前一天晚上加班加班了 第二天出去拍摄 啥都带了就是没带摄像机 钻进了那个老乡的羊圈里边 和羊群对峙了数十秒 2022年的2月22日 很多新人都在这一天去 集困登记处登记 当时开口问的第一对新人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请问你们是第一次来 集困登记所吗 希望采访对象们配合一遍 希望写稿能够更加的从容 更加顺畅 不是领导催我 而是我催领导 报道有温度又有深度的视频作品 拿中国新人奖 把这个故事让更多的人听到 新闻为什么不能是 给你带来快乐和温暖的一个源泉呢 以后我也会脚下有泥 心里有光 小池加油继续奔跑吧 祝大家记者节快乐啦 记者节快乐 祝大家记者节快乐 也希望大家能够身体健康 一切如意 祝大家记者节快乐 记者节快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